4月18日,杨姨在社交平台晒出女儿的合照为其庆生,并配文 我家珍珠两岁了,妈妈同爸爸祝你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简单朴实的话语却饱含着她对女儿满满的爱意,令人无比感动 杨姨还直言虽然只能留在家里过生日,但她和老公还是想给女儿最好的 一句希望你开开心心,留下美美的回忆太有爱了 文莫杨姨也忍不住感叹女儿长太快,感觉你还在肚子里,现在又跑又跳了 母爱尽贤,这次杨姨和老公给女儿准备的生日蛋糕十分惹眼,相信小珍珠看到后也是欣喜不已 而且生日这天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,一定很幸福温馨 除了生日蛋糕很强劲外,杨姨和罗仲谦还给女儿装扮了充满童趣的生日背景墙 画面中,寿信小珍珠穿着白色公主裙坐在生日蛋糕旁,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蛋糕 一看就是小缠毛一枚,可爱爆棚 虽然这张照片小珍珠只露出了侧脸,但高颜值还是藏不住 如今他们晋升为温馨的四口之家,最后也祝他们一家永远幸福